下面一个比较重要词汇 我们来看一看底下这个节俭的 节约的 节省的 又出现th 注意舌尖伸出来一点 往后一缩 把舌尖跟上牙再蹭一下 再来一遍 thrifty thrifty 好记了 这就节约的或者节俭的 可以用它 这个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thrifty housewife 一个非常节约勤俭持家的一位家庭主妇 housewife 叫家庭妇女家庭主妇 表示节约的呢 有好几个词可以跟它替换 你比如说这两词就可以看作它完美的一些反应词 一些完美的同一词 我们大声读一下 frugal frugal 叫节约的 节省的 后面那个比较省的 用的比较 这个很节约的 很节省的 用它也行 我们再来面 economical economical 也是节约的节省的 这个economical这个词咱们得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还有一个同根的形式 就是经济的 跟经济学相关的 经济方面的 那么那个形式要把后面的al去掉 是c结尾的 跟老师大声里面 economic economic 意思更过拙一点 就是太过于节约了 我们叫吝啬的 财迷的 吝啬的 抠门的 这两个词我们可以同时记住 但这个就由包一词变成贬义词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吝啬的 先读第一个词 meiserly meiserly 注意这是个形容词 为什么呢 因为它来自名词meiser 这个meiser本来表示手财奴 就是大财迷铁公鸡 这么一个 然后手财奴一样的 后面加ly 这名词加ly 构成形容词了 就像我们说友好的friendly 是一样的 对吧 再读一下 meiserly meiserly 我们再读后面那个比较吝啬的 再来一遍 stingy stingy 这两个词可以同时记 这是吝啬的 它比节约的太过节约了 就是吝啬了 再翻过来 咱们叫浪费的 浪费的 那又变成反义词了 我们再大声一一来读一下 wastful wastful 再看这个 extravagant extravagant 叫做浪费的 过于浪费的 这当然也是贬义词了 铺张浪费 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在21课里面出现 extravagant 这个词 在106页第二场 106页的第二场 出现这个句子 我们只看这片段 he was so extravagant that he was always in debt 这个丹尼尔·门多萨这个人 总是这么样的铺张浪费 以至于怎么样呢 sold的 是我们跟一个结构状语 重据了 他总是欠债 be in debt 总是欠债 这个浪费的叫 extravagant 跟这个节约的 当然可以把它同时记录 好 这是这个节约 这个形容词 下面我们还有在作文中 特别常用的 节约使用某个东西 我们经常说节约用水 节约用电 那么这个动词该怎么用呢 动词也特别重要 这两个可以同时记 但注意 它们是不及物动词 后面又要加借词 我们大声 干脆连借词同时记录 大声那边 save on save on 再读第二个 economize on economize on 李老师就在作文中见到过 有学生把economize 当成集物动词来用 在后面加冰语不对 一定后面要加借词 老师说过 名词先看可数不可数 动词先看集物 还是不集物的 这个先记住 我们比方说 save on water 就节约用水 save on electricity 就节约用电 可以这么说 同样的也可以换成 economize on water economize on electricity 注意这动词是不集物的 把它搭配记住之后 我们生活中马上就可以放心用了 好 下面我们再看看这个侄子 或者是外甥 表示这个亲属啊 特别常见的一个 叫一个名字 我跟老师再大声来读一下 nephew nephew 叫侄子 或者是外甥 我们在中文中的是分开了 对吧 就爸爸这边的 这个 就是跟自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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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这边的 比自己的 小一辈的 就是跟自己儿子同辈的男性亲属 咱们一般叫侄子 但是如果是母系那边呢 跟自己儿子同辈的亲属 咱们叫男的 咱们叫外甥 但老外的部分 只要是男的 跟儿子同辈的亲属 他们都叫 大声在里面 nephew nephew 叫侄子 或者外甥 老外呢 他分不太清楚 这个没有中国人分得清 我们把这几个相关的 先看看 侄子或外甥 叫做nephew 对吧 如果是和自己儿子同辈的 女性的这个亲属 咱们一般叫 侄女 外甥女 来 这个是两边部分的 我们大声量一遍 niece niece 可以这么来说 还有呢 跟自己同辈的 如果亲哥们弟兄 咱们叫brother sister 如果跟自己同辈的 堂兄弟姐妹 或者是表兄弟姐妹呢 他们也不分 连男女都不分了 都可以用这个词 我们大声来面 cousin cousin 叫堂兄弟姐妹 或者是表兄弟姐妹 这个男女是不分的 那么当然自己的亲兄弟姐妹 兄弟可以叫brother 姐妹叫sister 但是如果要是兄弟姐妹 放在一块 咱们的手足 就可以用这个词了 就是连哥哥弟弟姐姐妹妹 都可以放在一块 是可数名词 表示一个两个可数的 我们大声里面 sibling sibling 表示兄弟姐妹 这是不分男女的 但是亲的兄弟姐妹 这是我们相关的几个词 那我们看看这个sibling 这个词 它不分男女 但是可数 我们经常看到 这样的搭配叫sibling rivalry 叫兄弟姐妹间的竞争 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 这个rivalry 这个词就是我们常说的competition 它来自这个rival rival竞争 这个竞争者 这个词 兄弟姐妹间的竞争 竞争什么呢 不是竞争零花钱 竞争的是父母亲的爱 都希望父母亲 能爱自己更多一些 叫兄弟姊妹间的竞争 还有呢 你看这句话里面 就充分体验出 这个词的可数名词的特征 他说 He has two siblings a brother and a sister 他的兄弟姊妹 加上他应该翻译 是一共三个 除了他之外呢 他还有两个siblings 一个哥哥 一个姐姐 当然有可能是弟弟或者妹妹了 总之 他跟他同胞 一共有两个 加上他兄弟姊妹 一共是三个 注意这是sibling 这个词的含义 这是看到了 比自己小一辈的 和自己同辈的 我们再往上看一看 自己的长辈 除了爸爸妈妈之外 跟爸爸同辈的男性亲属 叫做ankle 跟妈妈同辈的女性亲属 他们都叫ant 就是我们看这个词 先看着女性亲属 什么姨呀 什么婶子啊 什么舅母呀 我们那还有个 称谓叫镜子 镜子其实就是舅母 是一回事 老外呢 他也分不清楚 都用这么一个词 美式发音呢 就特别简单 因为前半发 这个声音 他跟蚂蚁发音 是一样的 我们大声来变 ant 这是什么姑姑啊 什么阿姨啊 什么舅母啊 都可以用它 我们可以说ant don't step on ant 姑姑别踩那些蚂蚁 姑姑跟蚂蚁 发音是一样的 但是在英联邦国家 发音就不同了 在前面呢 他发啊的声音 啊后面再加n 但注意不要读ant 好多中国人 甚至中国的英语老师 容易把它误读成ant 这个是受到 中文的影响了 因为中文中没有 阿再加平舌音 an这个音其实是没有的 但中文中有 an这个舌根音 我们说斗智昂扬 这个有吧 所以中国人一读 就读成ant 因为这么读 读习惯了 那我说中国人是指 咱们主要是中国人 里面的汉族人 你像中国的其他的民族 像维吾尔族 他们可能读这个词 就没有什么障碍 因为维吾尔语 各种口型会更全一些 但汉族读这个词 就稍微飞机一点 我们体会一下舌根不动 这感觉 慢慢来 ant ant an an 有一点像安全的an 还不太像 发啊 再把嘴轻轻闭住 留条缝 舌根不动 an an 控制住舌根不让它动 再来遍 ant ant 是这么一个声音 所以确实咱们汉族人 学美音更好学一些 英识发音稍微有点别扭 还有呢 他们的老公 就是我们的什么 舅舅啊 包括什么大爷啊 什么叔叔啊 等等等等 都可以用它 我们大声里面 ankle ankle 这是跟爸爸平辈的 这个亲属 他们分不太清楚 那么同样的 我们指父母亲 大家都知道 部分男女的叫parent 我不说了 这都知道 但是形容词 我们得看一看 父母的 还有母亲的 和父亲的 这几个形容词 用的特别多 也是跟亲属相关的 我们先读一下 父母亲的 parental 再读一下母亲的 maternal 再来遍 maternal 再读一下父亲的 爸爸的 paternal paternal 这是 表示父母的 我们以前见过一个搭配 大家还记得吗 叫parental affection maternal affection paternal affection 我们在第九课讲过 affection 可以表示 慈爱或者柔情 放在一块 父母亲的爱 或者放在母爱 你看 父爱 都可以用这形容词 加上affection 这个词 母爱或者父爱 这几个搭配记住之后 我们就差不多就都会说了 好 我们再看 子女的 子女的也有一个相关的形容词 有一个词叫phileo 就是子女的 完备的 子女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这词 phileo phileo 这个词用的也比较多 咱们看一些常见搭配 比如说看这样一个搭配 先大声读一下 phileo duty phileo duty 这叫子女的责任 或者子女的义务 就是子女有赡养老人 这样一个义务 父母亲拉扯大之后 他们老了动不了了 你得去伺候他们去 这叫子女的义务 还有叫phileo piety 这个piety本来表示虔诚 对神的虔诚 子女对父母亲的虔诚 放在一块 咱们拍成孝顺就好了 我们先读一下虔诚 这个词 慢慢来 piety piety 放在一块读着短语 phileo piety phileo piety 叫虔诚 这是跟什么亲属相关的一些名词 和一些常见常用的形容词 咱们把它放在一起 把它牢牢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弹跳 反弹 弹起来 这个词汇 你看这个词的声音就通满了动感 本来就听起来像个大圆球一样 充满了弹性 我们大声读一下 bounce bounce 做动词 做名词都行 叫反弹 弹跳起来 它一般是表示落地之后 蹦 蹦 蹦 这么一个感觉 不要读bounce 不是en 一定还是先发 ow 跟猫叫一样 喵 它发 再发 oh 再发 en ow 嘴要张开再缩回来 再发那个s 再来边 bounce bounce 叫反弹 或者是弹跳的意思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咱们先看这么几个句子 当然先看看这个词的一个一体字 有另外一个词呢 跟它几乎完全一样 这两个词都可以记作动词 做名词 都是反弹的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第二个词 bound bound 这两个可以看作一体字 从含义 从词性 从搭配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咱们下面 例词里面 一般都可以替换 一般来说 除非固定搭配 一般都可以替换 比如说我们看例子 看这个例句 the ball bounced when it hit the ground 这个球是怎么样的 当它碰到地面是 bong 弹起来了 这么一个动作 就叫bounce 在这儿 initial bounded 也行 就是反弹起来的 我们再看这个句子 she came bouncing in and told me the good news 这个女孩子怎么进来 the bouncing 在这儿是一个非微动词 来修饰 未动词 came 这是个方式壮语 她came in 进来了 怎么进来呢 蹦蹦跳跳的进来了 表示什么人 小孩子 或者小狗小猫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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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跳的这么走 这女孩子 蹦蹦跳的走进来 告诉我这好消息 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 蹦着进来的 这感觉叫bounce 这是当非微动词来用 还有一个小的习语 这个习语中 咱们一般就不用bounce 用固定搭配 叫什么呢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That's the way the ball bounces That's the way the ball bounces 这是个习语 什么意思呢 本来就是这样的 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这用它来回答一些silly questions 那些很傻傻的问题 没法回答的问题 小孩子常问 说爸爸爸爸 为什么你是个男人呢 那爸爸说 本来我就男的 那还为什么 这有什么原因呢 还有说妈妈妈妈 为什么你有这两只耳朵呀 妈妈说 我要一是耳成老鼠了 那不就是两只耳朵 没什么特殊原因嘛 就说Come on baby 得了吧宝贝 That's the way the ball bounces 本来就是这样的嘛 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就是字面意思 这就是球蹦起来的方式 球落到地下 你说为什么会弹起来 它本来就会弹起来嘛 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再读一下 That's the way the ball bounces That's the way the ball bounces 这个结构顺便 也可以同时记住 总之这个字表 反弹或者弹起来 那么我们把这个看完之后 再看一看在 我们13课讲过的一个习语 看大家还记不记得 叫做by leaps and bounds 在这里面必须用bound这个词复述 因为习语是不能瞎编的 不能替换 什么意思呢 就very quickly 非常快速的 我们大家还记得这个leap 表示用力往远去蹦 向力定跳远这个感觉 而bound呢 是反弹起来 蹦一下 蹿一下 蹦一下 蹿一下 蹿蹿蹦蹦地往前走 当然表示速度快 very quickly 比如说 her health is improving by leaps and bounds 她的怎么样 她的健康 现在恢复的速度特别快 迅速的在康复 可以这么说 好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反弹弹跳 相关的这几个词汇 咱们放在一块 可以同时把它记住 这个词我们看到这 下面我们好快的再看看 我们最后一个重点词汇 就是卡住或者粘住 这个词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注意这个发音 短音的这个字母 i在中间发a 不要发1 我们说过不是1234 数数那个1 而是在军训的时候 咱们报数的时候 说那个a 2 3 a a a 所以不要读stick 不对哦 我们大声里面 stick 发a a stick stick 在里面 stick stick 好记得 它可以表示卡住 在有时候也发现成卡住 像这个抽屉卡住 拔不出来了 可以这么说 还可以表示粘住 这个东西黏糊糊粘到什么东西上了 还可以表示伸出来 伸出舌头啊 探到外边去 伸出都可以用它 所以这个词呢 意思特别多 我们看一些例子 体会一下这个词具体的用法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表示卡在某个地方动不了了 The drawer sticks badly Drawer就是我们那抽屉了 这抽屉卡得死死的 动不了了 里面可能东西闯满了 拔不出来 这个感觉卡住了 叫stick 当然这个词也可以表示 粘到某个东西上 表示粘到什么东西上呢 咱们注意后面要加借词 而且好几个词汇可以跟它替换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stick to 这个to是借词 粘到什么东西上 把这个东西放在to后面就好了 还可以用后面的clean to 再看第三个 adhere to 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第一课我们讲过 美洲式的毛 cleaning to bushes 粘到了灌木丛上 就用clean to 大家可能还记得 这三个都可以表示 粘到什么东西上 而且这三个短语呢 都可以当派生意 粘到什么东西上 它的派生意可以表示 维持坚持不放弃 维持住坚持住某东西 我不放弃 叫stick to clean to 和a teacher 同样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I'll stick to my job until I find a better one 什么意思呢 直到我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以前 我还坚持我现在的工作 不放弃 这就骑驴找马 对不对 我现在辞了工作 万一找不到 我马没饭吃了 直到找到好的工作之前 我还要坚持我现在的工作 还做这个工作 就维持坚持不放弃 可以用它 当然这个stick 还可以有伸出来 探出去 这个意思 你看这个动作 stick 这么一个动作也行 你看在医生经常这么来说 stick your tongue 伸出舌头 我看看舌台怎么样 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tongue叫舌头 我们读一下这段语 stick your tongue stick your tongue 谁说的 那大夫看看 是不是有毛病 可以这么说 还有一个呢 在可能在这个警匪片 咱们里看的比较多 是一个稍微 比如说理语化的一个搭配 我们大声读一下 stick them up stick them up 这里边有一个瓶 这个瓶是个缩略符号 是表示呢 它有些字母没有拼出来 本来写全的叫stick stick them up 前面是t-h-e-m 就他们那个兵格 stick them up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它们伸上去 往上伸 它们是你的胳膊 哪个动作 举起手来 不许动 举起手来 stick them up 这么一个动作 这可能是警察对小偷说 有可能是强盗 对这个被抢劫的人说 举起手来 stick them up 我们读一下这个段语 读快了之后 th听不到了 后面那个up 跟前面 连着有个被人mup 这个音大声那边 stick them up stick them up 当然这不是让咱们抢劫的时候用 咱们是被抢劫的时候 得听懂 它说的是什么意思 一般抢钱的时候 强盗一般会这么说 phrase stick them up your money or your life 咱们第三句话都知道怎么回事 要钱还是要命 这么一个 第一句话 phrase 也是个礼遇 我们这个phrase 本来表示冷冻起来的意思 那派生意在礼遇中表示 不许动 叫冷冻起来 就怕你听不懂 就麻烦了 后面有人说phrase 咱们看冷冻 是不是超市卖冻饺子的吧 一回都蹦 给你避了 这很危险 第二个 stick them up 举起手来 第三个 your money or your life 这很多中国人不知道 该怎么回答 为什么呢 他不知道你问的 your money 你问的是 是我留下什么呢 是给你什么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问的是 which one is more important 你觉得哪个重要 这个两个哪个重要 问的是哪一个重要 这个意思 咱们该怎么回答呢 这么回答 definitely my life definitely my life 当然要命 命重要 take my money 请把钱拿走 definitely my life 我要命 命重要 可不能说definitely my money 当然我要钱 那正开枪打字 要钱 好 我把你命拿走了 就这么一个对话 这个stick呢 记住三个意思 第一个表示卡住 动不了了 第二个表示粘住 也是动不了 粘到什么 后面加to 第三个表示呢 伸出去 表示伸出去 你看可以当起乌动词了 后面直接可以加定语 把什么东西往前伸 可以这么来说 好 这是我们这个 这颗书 食物课 比较重要的一些重点 词汇 咱们跟老师 就学到这 这就费 手里 有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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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点词